設備接地 那我們的110的話有兩個地 一個是系統接地 系統接地的話就是我們台電比較多系統 那你如果都不找的話就兩個都接 兩個都不接不會怎麼樣 台電還可以省電 第一個我們今天講的小家電裡面有一個電冰箱 怎麼省電 如果說你的你們家電冰箱 如果再加上一個電容器 伊斯坦都會講對不對 什麼省電器 一個三千六千 你要如果來省 那你怎麼省啊 好 講一個東西 這個是一個馬達的線圈道圖 馬達的線圈道圖是這樣 先介紹一下 它叫做共用 或叫做共同 共同的部分 那一個馬達一定會啟動 要啟動它 因為單向所以說你要啟動它 這個起點可以 那這邊呢 這邊呢是一個運轉 或者是叫做移動 我要讓這個馬達來運轉呢 一定要啟動推一下 如果說沒有啟動它 那你就要用手去轉動 對不對 馬達 馬達它有一個軸承 你要轉動一下 它才會走 那我這裡要如何讓它自動 很簡單 加一個電動器 一個電動器就可以讓它啟動 那我這個馬達是交流的 我們把它用AC來表示 AC表示它這個是它的五號 兩根不同的東西 交零 那我送上交流電以後 要讓馬達啟動 那請問這個電動器是交流還是支流 交流 因為它是交流電 它要交流的電動器 交流的電動器是怎樣 它的一個功能 我們的電動器 叫做CNT 剪寫 然後呢 它的圖是這麼畫 如果說有一長一短的 它是支流用的 那交流的電動器呢 它有一個電壓的耐壓值 既然用在交流的話 一定有耐壓值 對不對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要踩那個 裡面就有了 你現在稍微一天轉以後 就很揮發 那電動器 它的耐壓值 一定要超過我這邊 電源的電壓的幾倍 誰曉得 我們跟人生有很大關係的 就是什麼 1.25倍 1.5倍 2.5倍 或者是3倍 你的人生是要幾倍段 有的是0.7倍不可能 你先出事了以後 就有一倍最少 最基本 然後呢 1.25倍是多少 1.5倍 2.5倍是多少 最基本 你一定要1.25倍 那最以前的電器 不會壞掉 它都是成長2.5倍 那現在的電器用一年 保護一年 它都算好了 沒有到1.25倍 是剛好1.001倍 所以說 你們家的電器電視啊 如果是活性化的話 一條線 就兩個電動器壞掉啊 對不對 三年一根 三年五換掉就好了 電器啊 你錢收多少錢 一千多 幾年前啊 一六四年前 一千多多少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他賺多少錢 你看老師 那個卡帕賺很多錢 那個卡帕有沒有 那個箱子最少賺一千萬 但是時間很長 然後業餘的人 然後業餘的人 那 你再看喔 這個CAP 你如何來選擇 如果說 你碰到一台機器 最常見的就是 洗衣機 真的不要那麼洗 很可惜啊 你這麼一刀 或者是 那個一個擋泥板 把它拿起來 看到一個電動器 它已經爆開了 哪一個放下去就好了啊 你會知道 可是怎麼換 你會換嗎 我告訴你 你看它的名牌 那個電動器 有一個名牌寫在這裡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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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就寫了什麼 它是多少的 然後 或者是沒有寫線 這裡就有一個 多少的 電壓 或者是 容量 它會寫一個350 當然啊 會外掉的容量那麼多啦 這樣寫一下 會外掉的大部分都是120 就這樣 那你沒辦法 沒關係這裡不變 好 就換黑黑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把它沖上 這個 125 把它用250 換上去就走了 如果你不放心 你就怎樣 勾錶這麼一勾 勾錶一勾 電源把它沖上 因為勾錶 讓你看電源 電源超過 電源超過 電源還會關掉 要不然你什麼來保護 我們要做一個保護開關 一個保護開關 一個保護開關 這個線接好以後 然後這個地間 當然直接避养 插到這裡來 這個伏雷卡 不要裝太大 你就裝個十按摩 就好 你就可以來做你的 修理的動作 那再更好一點的是怎樣 在這個地方 再穿個燈套 燈套用1000瓦 或者是兩個1000瓦 兩個1000瓦 兩個1000瓦它可以擠 剛剛有初步的算過了對不對 已經有初步的算過了 這裡2000瓦的燈套 它的內部它只有剩下幾歐褲而已 所以說它的電瓶就可以會 那很大 那耐很大 如果說你的洗衣機 這邊短路 這邊燈套亮而已 不會怎樣 不會火燒 都不會 它這裡 燈套會亮而已 這邊短路這邊亮 那正常的時候 這邊會腫 這邊又不亮 好這樣就達到保護 要心理也是要動一下 好嗎 好這個地方 這邊有保護開關 有有保護開關 有 它這邊有一個小狗是保護裝 還有一種是肚子大起來的 好 是 它原本是這樣平的 然後這邊就伏起來 經常這邊有揭曉 那光外觀就給你看 那後來我們還要學會 哪種電錶的使用 電錶如何來用 那還有一個方式是怎樣 像我這樣做 這個把電容器拆下來 然後來兩條線 改擦 好把它插到這邊 好 是有在那個電容器嗎 欸 等一下 隨便拆都有 這裡有 只要有電器就可以拆 然後這個電容器 我剛剛講的 電線把它插進去 又拉起來 電線給它相控 如果說會有聲音 表示它還有點希望 那聲音會大 表情它是好的 如果說完全沒聲音 那就是怎樣 它一樣 壞掉了 電容器它就是一個虛電裝置啊 電容器的功能還沒講 這個簡單的要問 電容器它有幾個功能 如果說是用在支流電 不管用在支流或交流 它都會怎樣 通過交流信號 如果那有支流它都不會過 它因為它會被打在這裡 它只有虛電的功能 只有充放電的功能 那如果是交流的信號的話 它就會通過它 所以說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地方 電容器越大 它的那個支流越大的話 通過的電子越大 它就會通過越大 因為我們這是交流電 那既然會通過交流的信號 那我這邊的交流電 它就會通過它 那我這邊交流電給它一點點 它就會啟動它 然後它開始轉 這樣它啟動起來 它啟動起來 它啟動起來以後 就到這邊來走 這邊就已經回應轉 那我們剛剛講一個省電就是怎樣 利用壓縮機後面有一個馬達 對不對 一個馬達 那最基本基本的 當然你懂原理的話 會知道它不是很省電 但是呢 意思才一直告訴你說 我這樓上去電表一公克是 看到電流都是下降的 對不對 至少你今天上個就知道它是電的 它的支保護哪裡 保護你的電線而已啊 電線原本它的代流 我們剛剛講的 米田六 住家場原本 安全電流量是15% 那我這邊的福袋接了很多以後 它的電流是會升高的 那你在你的福袋裡面 併免這個電容器上來以後 它電流會下降 電流下降 我這邊就電 這個電源方的電線不再留 怎樣 變降低了嘛 保護你的之前的電線喔 不是真的很省電的 那是看得到的 電 鍋錶過得到的 看得到的電流是馬上下降的 馬上下降的 馬上下降回來 真的有省電 那那個要多少錢 一個電容器多少 你先那個舊貨 舊貨去買一個10塊錢 一個10塊錢 在你定在你用 然後 那電壓 帶壓又可以很高 容量大不行喔 容量太大是不可以 馬上剛剛好就好 再給你去測試 我們家的冰箱鍋 是大概一安倍左右 我們家的冰箱 以前不會的時候是四五安倍 四五安倍真的 四五安倍那個電費 那你說真的沒有省沒有省 自己就算了 其實你懂得哪個公司 你也不知道哪個省 那我們今天只是聊一聊 讓你有興趣 然後稍微學會一點東西 好 如果說觸電呢 觸電會怎樣 觸電 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為什麼以前一直告訴你說 用右手習慣 灌手 為什麼 觸電 距離心臟 摸到電 右手距離心臟 對啦 這一隻手 我們這邊過來 那心臟在左邊 如果說你的灌手是左手 每次用左手去摸 觸電 觸電的機率死亡的話 機率比較高 還是力 高 因為它經過你的心臟 那這個原理是怎樣 因為我們 我們的心臟裡面會亂調 原本咧 我們等於有沒有交流電 還是直流電 直流電 直流要交流 你跟你老婆 跟你女朋友會不會觸電 會 會觸電是交流還是直流 交流 交流 直流電 不太會觸電 我們剛剛有講過 直流不會觸電 不會觸電 那交流電會不會觸電 所以說 剛剛你摸到電以後 那個電有經過你的心臟 是交流電 會讓你的心臟亂調 那個叫做 我把那個字改掉 叫做 這個 對 我的年紀比較大一點 跟那個字 比較明暖 所以說我稍微改一下 好 那 那既然會亂調咧 你的血液的循環就會出問題 你知道我們心臟在出狀血液 血液裡面是 只有這樣可以嗎 不是 不是 嗯 重點在哪邊 血液裡面的氧氣 嗯 好 氧氣你要出狀血液裡面 那血液要裹氧的分子才可以 所以說 沒有死人看了沒有 痰痰 痰痰 變成痰痰你知道嗎 痰痰痰 痰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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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痰痰痰 沒有半鐘頭左右再休息 痰痰 有沒有要建議說要先休息的 痰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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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又寫 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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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緊張的 容易出點 越怕越痛越不行 以前我們老師教我們的時候 我以前是進去做專案 66年進去 然後其中有一次 老師上課的時候 這兩百合幹嘛用代表去量 這樣量給你看 真是從下去就死了 哪邊死了 是他的手死了 從這邊爆開 從來是上課以後 從來沒有用手去摸過一次點 我絕對要用代表去量一下 你知道嗎 馬上送醫院了 好 落下 這樣子 沒有 他是說用這樣子 用這樣子去 他就死了 對 這樣就死掉了 他是用這樣子 從這樣子過去 他不是老師來教授 教授 教授 而且很有名 他用教授扣 扣這樣子是當然你會自然的含命 但是我們都不要行 你幹嘛這樣扣 幹嘛這樣扣 通通過來有電表 電表放給你 對不對 你去摸他 搞不好你做完蛋了 沒有 我以前做那個招牌 我畢業在 我快二十年了 我剛剛也不曉得 我痛 我那個老闆不曉得 當學生什麼東西 你這樣扣開 你又有平 你又亮 他電表都知道 所以電表都知道 那是一性相機嗎 不是啦 因為你被電是麻痺的 被他吸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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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電已經通過你 然後你扣不開 就好像插頭有沒有 你那個負載 你的負載 假設是 東坡的那個什麼 電力很大 那你開關就開著 開關開著 然後插進去以後 拉不起來 你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試試看 因為你開關 你可能是開著 插頭插進去以後 他一定有電流通 拿不起來 對 你這邊關掉 他跟其他 那因為你 就好像你的水管 什麼啊 水管你用一搭 有時候你拿它 拉不開 但是你被你拿開 它是打開 它是打開 不是叫你打開 好 那不一樣的意思 好 那所以說 我們觸電的環境是怎樣 環境呢 遇到的潮濕 就越容易會觸電 好 這個也不一樣 這個 遇到潮濕的地方呢 他就會越容易的觸電 好 稍微想一下 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觸電的時間越長 好不好 生命的 生命存活的機率就越低 那哪邊最容易觸電 摸腳 心臟 你會用心臟去碰電嗎 那不會啊 手收 手的腳 當然啦 你要你要做微心 不要去摸電 一定要穿工作鞋 而且要絕臉的 絕臉的工作鞋 不要打刺甲 或者是說在潮濕的地方 就這樣 那簡稱摸電 電電比方 電電你知道嗎 電電比方有準備 你怎麼看 一年來 一年來五個 對 對啦 那這樣一碰的話 火線會亮 當然有講過 那 沒有電的那個 那個線的話 就不會亮 那你可以用三用電錶 有沒有看過 有 有 夾式電力無錶 有沒有看過 有 有 看一下 那 夾式電力無錶 現在已經很新穎了 有數位式的 那 老師上課會喜歡用時針石 為什麼 因為大家很遠的地方 可以看得到它會不會動 是不是說 欸 搞不好後面看不到啊 對不對 那所以說 上數科的時候 現在坐前面 坐前面 會隨便會動 好 大家已經講過了 那個 觸電力要怎樣防止 手呢 潮濕的話 容易觸電 那 那 用哪一手 右手 右手 對啊 來這個要不要上一下 看來會睡著 不會啦 好 這個是一個原理 那 這個檔案可以摳回去嗎 可以吧 你們都有帶隨身碟嗎 沒有 那個答案 再回去看 這個講過啊 那 最主要的是要維修 這個原理少爺要知道 那錢 錢 現在多久 還有一點東西 那 我們的電 是由哪一個產生的 電子 知識 其中哪一個 嗯 知識 知識 蛤 知識嗎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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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是在最外層 看圖就飛人 電子在最外層啊 他就在旁邊跑來跑去啊 而且很容易就脫軌啊 那男生是帶正殿啊 帶什麼殿 男生帶什麼殿 帶正殿 那女生呢 負殿 反正一個正一個負就對了 男生可是正就是負啊 這樣就沒錯了 就會慢慢跑就對了 男生現在 現在時代不同 已經相反了 沒有辦法 記得我們家也有小女生啊 欸 好像跟他一樣耶 以前我們是男生去打女生對不對 現在是女生不一樣 現在女生不比較主動 然後這也正常 那你看他 剛剛講的電子喔 因為他很自由 所以說 他就會慢慢跑 那我們的金屬就會這樣 就像這樣 容易受到外力的影響 然後呢 來移動 那所謂的GN 欸我們剛才有講電子啊 那電子咧 他帶的 在GN體裡面怎麼表示 他帶的量比較多 還是少還是沒有 所謂的半導體 是剛好也在中間嘛 一半 對不對 那如果是變成兩導體的話 所帶的電子就比較多 OK 說這個就在睡覺 看那個眼睛就知道了 看那個眼睛就知道了 好 庫輪 庫輪是什麼 庫輪是哪一個 哪一個影響的 他的單位是什麼 庫輪 他是代表什麼 電荷 是不是這樣 可以 好啦 這個跳過去一下 福特知道嗎 福特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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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他在電壓 電壓的單位叫做福特 福特 那福特是一個人 是紀念他 所以說紀念的話 他們單位都要大寫 好 那這個福特 我們怎麼量呢 我們那個剛剛有一個插座啊 你如何量呢 用哪一個檔 好 我們現在都講了 福特嗎 福特不電壓嗎 他就是用電壓檔去量福特的插座 那電動式你要怎麼量 反應的電動式可以用 用他的感應表來量 也是可以量 那電位呢 那電位呢 請問一下 我們的大地是零電位還是 一電位 地 地是零 因為你的火線 量有 地線是不是等於零 等於零 好 何謂端電壓 端電壓你在我們的插座 如果說這一段的過程 那你去量哪 這一端的電壓值 叫做端電壓 那電流呢 電流要怎樣量 用什麼量 電流 火錶就可以了 火錶裡面呢 夾式電流錶 有一個電流檔 用這個來量 那邊有火錶呢 沒有火錶 沒有火錶就用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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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等於R分之米 現在的 現在的不要少這個選擇 有些動作用電流 告訴你喔 現在1999 很便利 裡面就有電流 電壓電流什麼都有 就1999 網路上來說啊 那個應該要買一個啦 七十九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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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1999就有得到 而且很大 那當然它的物差大一點 至少可以參考 至少可以參考 好 電池油跟我們的電流 有沒有一樣方向 聽不起來就不太一樣 對不對 欸 電流就好像我們的水管流一樣 就直接就一個方式 那我們所謂的電子流的話 它剛好是方向相反 就這樣 好 這個就是聽一聽 好 電流的速率 三乘十的八十八米每秒 所以說它很快 你要跑也跑不了 好 這幾樣東西有看過嗎 沒看過的 你舉手一下 有沒有 你們家沒有的 不用客氣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們家有那個空氣 這樣子 這一個 這一個 不一定有吧 浴室就說 浴室 浴室有 有可能 那 那 這一個 來 屋頂上裝個鐵 要轉出去 然後 加裝什麼 那個不是嗎 那個是 也是類似這個 沒有電力啊 加裝的 在屋頂裝人 你是說半年型那個嗎 那個女的 有沒有 這個 這個力度會轉 阿福家有加裝那個 長這樣子嗎 對 對 這個沒電力的 沒有阿福家有 這有插電 這有插電 我沒看過 有 我家有加裝那個 那個轉